北京时间10月17日,陈若霖、全红禅、陈玉希和王宗元四位跳水奥运冠军亮相百度世界大会,分享了AI在跳水项目训练上的运用。 全红禅在开场介绍时引起了现场热烈欢呼。 中国跳水队成为梦之队,在市井赛和奥运会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了无数荣誉。 除了中国跳水队员们刻苦训练打磨结束外,他们也在与时俱进,利用高科技来提升训练水平。 中国跳水队建立了跳水辅助训练系统帮助训练。 全红禅在大会中表示,跳水辅助训练系统可以及时回放打分,平时训练我也会用它来抠动作细节,也相当于我的半个教练。 全红禅参加了某品牌的活动。 主办方知道全红禅喜欢玩偶,于是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扮演的大雄吉祥物,和全红禅全程互动。 这一招十分机智,小红一身红色运动服来到会场,一见到可爱的大雄果然挪不动脚步了。 全红禅牵着大雄的手,两人携手同行。 搭档陈玉希也上前牵住了大雄的另一只手,三小只骑不走。 可以看到,全红禅和陈玉希身上还挂着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可爱玩偶,果然是猛宠。 在VIP休息室后场的时候,全红禅也拉着大雄的手,舍不得放开。 陈玉希在一旁准备着接下来活动的流程。 全红禅搂着大雄合照,比着剪刀手,乐乐在一旁抓紧时间,吃点水果,甜点。 全红禅和大雄来了一组系列百胎。 全红禅在2020年横空出世,2021年力压陈玉希以466.20分夺得奥运会冠军。 她在世界跳水历史上书写了一个神话。 466.20分的高分很难再复制,也很难被打破。 全红禅在纪念亚运会上和陈玉希进行精彩对决。 最终凭借最后一跳有4个10分和3个9.5分完成了逆转。 陈若霖是跳水奥运五金王。 全红禅和陈玉希要想追赶陈若霖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他们起码要再征战两季奥运会,甚至是三季奥运会。 毕竟两人在担任项目上互有胜负,谁也没有绝对把握击败对方。 一切要看临场发挥。 全红禅和陈玉希不愧是两大跳水大魔王,如果两人不在同一个时代,完全可以统治比赛。 偏偏两人在同一个时代,在这样的竞争氛围下,他们都非常努力打磨技术。 除了努力,还要有高科技辅助。 陈若霖的心态好了不少,此前她的压力很大,因为她主管全红禅之后,全妹在世锦赛和世界杯都输给了陈玉希。 有一部分人质疑陈若霖的执教能力,建议让何维仪来执教。 所幸,全红禅在亚运会顶住压力夺冠,陈若霖也卸下了包袱。